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洗发乳和糖做出史莱姆 那到底能不能做成呢 我们就看看吧 一开始呢就是用一个容器 之后呢再加入攀亭的洗发水 攀亭的洗发水我觉得应该会成功 因为我之前拿来做盐的时候也是成功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那个用洗发乳和盐做史莱姆的影片 记得按右上方的那个小按钮就可以看到了 那加糖后呢就可以搅拌搅拌 然后质地也是比较粘稠的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在那边15个小时后呢 就再拿出来然后再加糖然后再搅拌 那记得按订阅按钮各别的小铃铛 那我每次发影片你们就不会错的啦 然后你会看到真的是超级粘稠 现在已经就大概就是一个比较水潭史莱姆的样子 我觉得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放在冰箱里面大约45分钟吧 然后我们就要再拿出来看看 第二款呢我们就是放洗碗液进容器里 那这个洗碗液呢是我就用随便一个牌子 然后也很廉价的那一种洗碗液 加入少许的糖就是大概是四分之一的汤匙就够了 因为如果加太多糖呢是会失败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原理是怎么来的 可是就是会失败 那这款呢就是没有听过的牌子 我是在我妈妈的厨厨子里面找到的 我就随便拿出来用 加糖呢就加一点点就够了 加太多就会把你的洗发乳给溶掉 然后就会变非常的稀 我也不知道这个原理是怎样 可是就是这样子 之后再放置冰箱里面45分钟 之后呢我就用Dolph的沐浴乳 其实我蛮期待Dolph的沐浴乳的 我觉得因为之前Dolph和Punting都是 可以比较做成史莱姆样子的品牌 所以我就希望它也可以成为史莱姆 那我们加了糖后呢就要一直搅拌搅拌 每一个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可能结果不太一样 对放45分钟进冰箱 之后这款是Mathod 然后我没有拍到它的牌子 所以我把它的照片放出来 如果这个能做成的话 它就是一个透明史莱姆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做成 可是它就非常的透明 超透的 超美这个颜色 那搅拌到有一段时间后就放进冰箱45分钟 那现在就是放进冰箱45分钟后的结果 Dolph呢就变超级水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水 就是完全 失败吧 对完全失败 Mathod也是完全失败 虽然它变得更清澈我觉得 可是它真的是超级水 还水过原本的样子 可能是我加太多糖了吧 其实我有一点 好现在潘婷呢我觉得是 比较粘稠 然后它也差不多成功 所以呢我就再加入糖 因为我觉得它好像会成功的样子 那糖我也是加一点点就好了 加了糖后呢我就会有一直搅拌搅拌 我觉得我有看起来它是比较粘稠了 然后也是有比较拉丝的效果 可是我觉得它离史莱姆呢 就是差一步之遥 那我做错了什么 或者是 可能你觉得我做少了什么步骤 或者是做错了什么 都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差不多都要成史莱姆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如果喜欢支持影片 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